釜山市平赛男团,终日对决打响 此一日本队把小将松岛辉空放到二单位置 让人有些意外 因此樊振东也赶紧在训练区研究了录像 希望对于这位16岁的小将了解更多 真正交手的时候,樊振东才感受到对手来着不善 打得相当艰难,首局樊振东错失了10比7的领先 最终11比13告负 16岁的松岛辉空目前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33位 作为日本队新生代的代表,慢慢成为了国拼的竞敌 之后的比赛,樊振东打得依然艰难 第二局错失10比6的优势,好在没有重蹈覆辙 12比10追平 关键的第三局小胖在不利局势下连续追翻 逼出局点后,12比10成功把握 第四局,樊振东终于回归正常 最终3比1的比分取得第一番 BGM BGM BGM